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随着提名日后 各政党候选人开始马不停蹄败票 他们各出奇招 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 有的炸油条 有的打包炒米粉等等 展现清明的一面 其中看守首相兼国政百乐国席候选人 伊斯麦莎比利就在巴萨现场白野子 而国政雄西毛洛国席候选人凯里 则趁着一群阿姨在煮着榴莲糯米糕时 也插上一脚一起搅糯米糕 郭雪国席候选人东姑塞夫鲁 则在街头唱歌拉票 国盟主席慕尤丁则中了 TikTok热门舞蹈的热门影片 扫走SIFT的毒大跳甩开国阵西蒙武为国盟拉票 在槟城方面 Batukawan国席西蒙候选人曹关友在拜票时 也一时兴起在油条摊位拿起木棒学炸油条 亲身感受小贩在高温环境下炸油条的辛劳 而马干国席西蒙候选人林冠英 则到阿波罗巴萨拜票 不忘为小贩效劳帮忙打包经济米粉 其他的还有Bayan Baru国席国盟候选人 互动强在夜市为选民炮制独特的咖啡 马华大三角候选人陈阳邦 做起了印度煎饼 豆乐印度煎饼的小贩 西蒙单容选区候选人林慧英 则向小贩学习炒粒子等等 患者新闻 依据选委会的资料 前首相兼祖国斗士党主席敦马哈迪 继续守土佛罗交仪国席 高龄97岁的他是本届大选最年长的候选人 他此回的对手是西蒙诚信党的扎比迪 国盟土团党的苏海米国阵巫统的阿敏莎 及独立人士阿都卡迪上演五角战 至于第二年长的候选人则是第13次上阵 吉兰丹化妄生国席的国阵巫统候选人东姑拉萨里 他今年已85岁了 而根据马兴社的报导 本届全国大选年纪最年轻的候选人年仅23岁 分别是攻打沙巴丹南国席的独立人士赵之亭 以及上阵玻璃市 但文都浪周习的西蒙公正党代表沙米 换个焦点 马华前总秘书Natin Batuka 周美芬抗癌期间为政治徒弟苏伊方助选 却被网民攻击其病情并形容他薄同情 周美芬对此回应说 生病也不是他想要的 他也想健健康康 苏伊方是周美芬担任妇女部副部长时的基要秘书 他把周美芬视为政治的启蒙老师 苏伊方代表马华上阵巴扬巴入国席 已从政治前线退下的周美芬来到槟城为苏伊方助选 被形容为师徒情深 但却有网民形容周美芬以生病来薄同情 周美芬今日受访时就说 有关网民有点小人之心 并解释他帮伊方助选 因为伊方以前是他的秘书 他们一起经历很多选战 那时候伊方帮他很多也很照顾他 如今苏伊方要上阵 就轮到他来帮助伊方了 他还说生病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生病他这位助选员只能一直站在幕后 从没有刻意要求曝光率 即便昨日的提名日他也没有站在前线 只是等苏伊方提名结束后 才趋钱与他站在一起 他还强调不会因为这些恶意的功绩而退缩 反而会继续为苏伊方助选 因为他相信还有人会明白的 另一方面 苏伊方今午也发文告指出 对周美芬遭到网军粗言诅咒一事感到痛心难过 也认为网军嘲讽周美芬身体状况的做法十分缺德 超出他可以容忍的底线 他强调 他强调 他就呼吁 后选人的支持者纠正心态和自我约束 不要再伤及无辜 把焦点转向槟城 行动党担容国席候选人林慧英 今早在吉林万山向民众拜票时 被一位老选民误以为他是行动党元老林吉祥的孙女 这个美丽的误会也逗乐了林慧英 他向对方解释到林吉祥是他的父亲 及林冠英是其兄长 这名林吉祥的忠实老粉丝是72岁的胡开全 他受访时就说到 之所以误会是觉得林慧英很年轻 以林老目前的年龄 其孙女辈都差不多是这个年龄了 较后他也还说 丛林吉祥发动单融资益资金 他就是单融的选民 而且是忠实粉丝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